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,我是 Bruc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,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Pugetia 6 的这个地方的资讯 还有未来的发展 Part 2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Pugetia 6 这边有一个 Stadium 叫做 ASEATA ARIANA 还是一个很大的 Hall 来的 很多 International Concert 都在那边举行 甚至 MMA E Sport Badminton Fashion Show 还有很多品牌的 Launching 都在那边举行的 不单止如此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Hang明志 他都在那边开过演唱会 这个 ASEATA ARIANA 可以容纳13,800多个人 除了这个 ASEATA ARIANA 在这边呢,还有一个更大的 Stadium 就是Pugetia 6 National Stadium 它是有 3.7 个 Million Square Feet 总共可以容纳到85,000个人 所以你可以想象它是有几大的 里面的设备也是非常世界级的水准 很多国际的那些 Sport 都在那边举办过 然后在 2017 年也举办过那一个 South East Asian Games 简单的来讲就是第29届的 Seas Games 再加上世界顶级的歌手 Ed Sharon 还有林俊杰 都在那边举办过演唱会 接下来我相信周杰伦的粉丝们都知道的 他会在明年 2023 年 周杰伦也会在这边办个演唱会 所以要买票的朋友要快点哦 感觉很像在帮周杰伦打广告这样 其实没有啦 我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这个就是Pugetia 6的特色 很多这些特别的东西 吸引到非常多的外地的人 过来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有潜能的 还有你们看一下 这些种种大型的 Event 啊 Concert 体育比赛 演唱会 都在这个Pugetia 6举办 所以讲Pugetia 6是有多么的特色 好的 下一个视频呢 我还会再继续介绍Pugetia 6的这个特点 如果你们觉得我做的这个视频有帮助到的话呢 记得帮我like跟share出去 好的 这就是一分钟 我们明天见